大家好,我是Anthony 今天想和大家讨论一个中国社会的现象 在中国官方的叙事中,有一个神秘的组织 它时而潜伏于城市,时而隐藏于乡村 它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 它面目模糊,却又无所不能,无恶不作 这就是境外势力 境外势力,又可以成为境外敌对势力 境外反华势力或西方反华势力等等 当一些不利于政府形象的抗议事件发生时 政府或者官媒常常指责当事人勾结了境外势力 或者是受境外势力煽动和操控 例如著名的2011年广东上尉的乌坎村事件 当地数千村民因为土地问题向市政府由心请愿 次日政府调集武警以武力驱赶村民 后将该事件定性为村民勾结境外势力 2018年深圳工人运动中 官媒称有境外势力介入 而2022年11月的全国反对清零的白纸运动中 更是有不少官媒都暗示这场运动受境外操纵 受官方的引导 境外势力也成为了中国民间舆论的一个热门词汇 每隔一段时间 中文互联网上都会掀起一阵阵捕风捉影的抓间谍 抓境外势力的行动 例如在怎样识别身边的间谍这个问题下 不少人分享了自己的反见经验 不会唱红歌的是间谍 接不上春晚台词的是间谍 喜欢问你许多问题的是间谍 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是间谍 那么境外势力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说境外势力这个说法本身非常荒谬呢? 从字面上说 只要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体 都可以算得上是境外势力 但如果这样说的话 来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 各国大使馆 普通外国人 甚至是人在海外的中国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境外势力 而所谓与境外势力勾结 或者说受境外势力煽动 其实也是一个相当空洞和宽泛的指责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国官方所说的受境外势力煽动 这里既可以指具体的金钱收买 或者组织命令关系 也可以指筹箱的思想认同和影响 比如一个人认同某种外国的文化和习俗 就可能被怀疑为境外势力 2021年成都市49中 一名学生坠楼身亡 校方的处理方式令民众不满 于是一群民众手持白色花朵在学校门前表达哀悼 不久网络上就有人指责这些人拿的是白色抗乃薪 是在进行颜色革命 因为据说白色抗乃薪是外国人哀悼死者的方式 中国人是不齿这一套的 随后四川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选称 绝不会坐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受损 绝不会允许敌对势力破坏国家的安全稳定和人民的和平生活 但仔细想来就觉得这种说法十分可笑 因为你是根本不可能分清楚什么才是中国的 什么才是境外的 在中国经济早已融入全球化的今天 一个完全没收过外国文化污染的 绝对纯洁的中国人是不存在的 从中国人的日常用语 再到日用品 再到社会制度 可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外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所以说 所谓境外势力一类的指责其实类似于中国法律中的寻衅滋事罪 你去稀究什么才是寻衅滋事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本质上都只是当局用来压制抗议权等正当权力的一个借口 更为重要的是 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 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 有境外势力参与 受境外势力影响 可以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 不论这种变革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例如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北美殖民地和英国之间 美方就受到了法国等盟国的大力支持 177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承认美国 并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也与法国民众受到荷兰 英国等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 而法国大革命同样引发了德国的统一 1825年俄国爆发了12月党人起义 也是由于国内自由派受到欧洲启蒙思潮的启发 对专制政府产生了不满 实际上欧洲各国近代的发展 本身就是各个国家互相影响和促进的产物 中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包括中国共产党一大 也是在苏联这个境外势力的策划 组织下在上海的法租界召开的 后转移到了浙江加新 因此 说一个社会事件受境外势力影响 这本身可以说是一句废话 评判一个社会事件的好坏 关键不在于是否受境外势力影响 而在于这一事件是否侵犯了个体的权利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纳粹德国侵犯了本国 以及其他国家民众的人权 那么其他国家的民众抵抗纳粹政府 这一境外势力就是正义的行为 而德国人配合英美等境外势力反对本国政府 这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行为 这意味着 没有什么共同体的伦理 可以凌驾于人权原则之上 不论是家庭 民族还是国家 共同体的伦理 是为了保障和服务人权才设立的 当然 现实问题总是很复杂的 对于什么是人权 以及某个行为是否侵犯了人权 人们总是有不同的观点 这些问题也是应当去具体去讨论的 但诉诸境外势力的做法 则是认为境内和境外的分别是高于一切的 个体是完全属于国家的 是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个人权利可言的 这种道德观认为 如果你的权利受到侵害 而在国内也无法解决时 你也不应该试图从境外寻求解决方案 如果这样做 那么你的一切权利都不再具有合理性了 这就让我想到了引发广泛争议的徐州铁链女事件 2022年1月 有一个抖音视频博主 在当时人董志明家里 偶然发现了一个被铁链锁着的女人 也就是八个孩子的母亲 视频上传到网络后 引发了民众的愤怒 许多人要求当地政府和公安处理 最终当地机关 还是以涉嫌虐待罪逮捕了董志明 其实 董志明因其八个孩子父亲的身份 在当地本身就小有名气 许多博主都慕名来访 并把董的故事当作父爱如山和宣传政府扶贫政策的典范 这次出事属于意外情况 那么 按照当地一些人的看法 在这一事件中 董志明有了传宗接代的女人 当地政府有了宣传素材 孩子有了母亲 似乎除了铁链女本人之外 没有任何人不满 既然这样 那么外部势力凭什么来破坏这个小家庭 对我们当地的事情指指点点 指手画脚呢 我相信 许多人都能理解上述这种想法的荒谬 然而一旦讨论框架 从一个家庭 一个地区上升到国家层面 一些人就无法理解了 这源于中国人长期以来 接受的历史和政治宣传 具体体现在两点 首先 中国政府塑造了一个 自力更生 与依赖外国的善恶对立的叙事 前者是好的 善的 而后者则是坏的 恶的 因为 据说中国近代一切的贫穷和落后 都是西方列强带来的 共产党宣称 自己是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的模范 并指责国民党是买办政权 是依附于西方的 其实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国共两党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民族主义叙事号召民众 在这方面 共产党比国民党还要更加极端 吴国珍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 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都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 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 因此当共产党创造出帝国主义这个词时 他们确实掌握了进入年轻人头脑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在打动年轻人方面 没有多少影响 但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有 显然 这种叙事是有着强烈的排外倾向的 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事实 通过诉诸于排外情绪 诉诸于境外势力渗透 来转嫁矛盾或者扩张权力的做法 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反思和批判 这使得排外情绪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火药桶 随时可能根据当局的需要来点燃 例如 大跃进造成了数千万人饿死的悲剧 然而当局并没有从自身制度寻找原因 反而认为这是由于国民党残余分子捣乱夺权 渗透进了基层组织 所以在1960年掀起了整风整涉运动 目标是所谓肃清国民党反动派 例如在大饥荒中 新阳地区饿死了超过100万人 主要原因是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正量指标 直接抢夺农民粮食 但中央专案组在关于新阳事件 专案审查情况报告中 对新阳事件是这样定性的 新阳的问题是地主 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 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 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 这相当于把大跃进的巨大责任 推给了境外势力 因为众所周知那个时候 国民党早已失去大陆政权 更不可能操控基层政府 由于这些错误并未得到反思 在文化大革命中 这种排外思维到了一个更加恶劣的地步 所有人都在努力地从身边挖掘敌对势力的踪迹 因为据说全国到处都潜伏着走资派 美奖特务 苏修分子 黑帮分子 他们无影无踪 但随时准备抢班夺权 只有不断革命 才能避免吃二变苦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并不意味着文革思维的结束 在进入九十年代后 六四事件 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 都极大的唤起了当局的危机感 于是 反和平演变 反颜色革命和警惕境外势力的一系列警告 开始成为当时舆论的中心 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时至今日 我们也经常能看到 每当中国爆发了社会不公事件 如果有人在外网发帖 自己的遭遇 或是接受外国媒体采访 常常有许多人立刻跳出来说 别发外网 吵归吵 闹归闹 不能向境外势力递刀子 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人把自身的悲惨遭遇 讲给外国人听 就会成为外国抹黑中国的素材 他们并不关心当事人遇到的问题 是否能够解决 只关心中国政府 是否会被外国人看笑话 但这种行为本身就非常可笑 这种道德观 本身是一种奴隶式的道德 它把怯懦和麻木当作忠诚 把本质上是国家强加给个人的义务 当作自己内在的操守和品科 所谓境外势力之类的指责 本身就是一种愈加之罪 没有辩解和撇清的必要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下一期视频打算继续聊一些中国社会常见的观点 有网友问我 怎么能够支持我 首先我非常感谢大家 其实多看看 我的视频就是很好的支持了 因为单个观众的观看时间越多 YouTube就会将我的视频推送给更多的用户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和订阅